圆圆虎年 圆圆韵 圆圆圆肖 圆圆福 圆圆灯笼 圆圆红 圆圆快乐 圆圆送 圆圆成功 圆圆逢 圆圆健康 圆圆梦 圆圆如意 圆圆连 圆圆祝福 祝团圆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王振华 首先呢 还是请出大家的老朋友 中医养生养养师 铁峰老师 铁峰老师 各位你好 你好 你好 这个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同时呢 也欢迎我们两位健康观察员 敲锣打鼓 庆元宵 热热闹闹 兴致高 我们自然来表演 庆看 今天是正月十五 在这个传统的假节里啊 我们一定要闹起来 元宵节的传统习俗啊很多 大家伙说说都有什么 那我知道啊 吃元宵 开灯迷 赏花灯 是吧 对 像什么游龙灯 武狮子 采高销太多了 对 对 还有这个正月十五走百病这个说法 没错 告诉我都是这个热闹的景象 看看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啊 这一布置 我估计今天咱们这也少不了灯迷 这一看这架势 这得打灯迷的 在我们国家的灯迷文化远远流长 到现在两千多年历史 灯迷呢 是由谜语发展而来的 那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宫廷和默克之中就出现了这个尹语语 这样的文字游戏 尹语 这个到南宋的时候 每逢元宵佳姐这文人默克 就把这个谜语写在这个沙灯之上 以供人们猜测住信 等到了明清的时候呢 这个春节前后 各大城池都会张灯悬迷 叫盛况空前 这个习俗啊 不仅可以为节日增添一些乐趣 又能够使人们增长知识 所以一直流传到现在 是这样 你们看啊 我们现场挂了这么多的灯笔 是 两位老师 我有点着急了 赶紧开始 是吧 你再展示一下 对 今天今天这样嘛 咱们今天过节啊 咱就玩点花样 一会儿啊 我们猜到跟食物有关的灯迷 就用它来做我们今天的营养菜 怎么样 点花老师 我还没意见 你们猜什么 我就把什么食材结合在一起 给大家合成一道营养大菜 这属于临场发挥 这厉害啊 是不是 那开始吧 老师您先来呗 那这离我近 我就选这个吧 就挑最近的 挑最近的啊 迷命是什么 头戴武生帽 身穿大龙袍 跑到汤家去 换件大红袍 这个迷目是打一海鲜 要换一大红袍 什么红海鲜呢 我想不下来 是吧 人家说汤里面嘛 你看他换件衣服 为啥呢 是啊 他一坐熟了便扫着呢 哎呀 原谅我见识短 我真是猜不出来 还是你猜吧 还是你猜吧 好好讲讲 你猜错了 你都知道了 这肯定煮熟了之后的那个虾呗 对 是不是啊 虾蟹就那个东西 这样啊 我想说了 怕说错了 那我那个帕阿姨我看看啊 我看看 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对不对 这个谜底啊 是蝎啊 哎呦 我说对了是吧 不是蝎就是蟹吧 对对 这帕阿姨 了不起啊 再接着帕阿姨 莫玛 你们选个东西 你选哪个我给你 莫玛 你选 对对对 你选一选 我觉得我就选那个粉色的 它还是绿色那粉色了吗 行行 中间那个吧 对 那我挑旧镜我也来一个 这是帕阿姨的 你选哪个 我就旧镜 好 那咱俩这是挨着的呗 是吧 好 对对对 图省事 我念念 我这个里面 红公鸡 绿尾巴 身体呢 酸到地底下 又甜又脆 营养高 哎 我这个啊 打的是一个果蔬 哎 果蔬 这知道了 就我的智商都擦出来了 是啊 反正是个萝卜 不是红萝卜 就是胡萝卜 反正是萝卜 我猜的 那我得看看 他说的对不对 哎呀 这起来 胡萝卜 哎呀 行 我祝贺你 祝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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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贺 我看我这个啊 黑黑一颗蛋 埋在土里面 说它是豆 不是豆 你说它是啥 这迷目打一个食物 它这个是难度 黑黑黑 你那蛋 你告诉别人 你说它是啥 是啥 哎呀 急死我 不能吃瓜呀 是啊 瓜都给地面是吧 对呀 地下 你要说是土豆 土豆不对呀 土豆不黑呀 不是豆吧 就是呀 但是土豆可以叫 别叫马铃薯蛋 它不黑 可以呀 哎呀 急死我呀 就是土豆了 哎呀 他说它是豆 不是豆 它名叫土豆 但它不是豆 你这你这选的什么玩意 你这逗我 逗不了 啊 我发现你们都挺逗的 不是呀 逗我们乐 逗我们玩的啊 不错 怪不得这个古人啊 都爱猜这个谜语 的确是有氛围啊 我们猜出来这三种食材 铁峰老师 您准备给大家组成一道什么营养菜啊 这挺烤链人的 对呀 这咱俩烤一块 虾 嗯 虾的种力很宽 它不像大虾呗 嗯 胡萝卜 嗯 都可以 对呀 土豆 哎呀 能把它们仨捏到一块 是啊 有思路 嗯 这么我把我的想法啊 嗯 发给我们第二现场的可信 我让它先转 来转